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也是非常的流行 微博啊 抖音啊都能刷到很多关于母子琴的视频 好 那么说到这里 我们就先来看一段母子琴的演奏视频 好 那么大家刚才听到的呢 就是母子琴的基本音效 当然这是录音改良过后的声音 正常演奏的话呢 指甲播送的噪音可能会更大一些 大家有没有觉得母子琴的声音 有一点像八音盒呢 但是又没有八音盒的声音那么的厚重 但是它又有一点像钢琴 但是呢 延音又没有那么久 也正因为这些特征呢 母子琴也被称作为母子钢琴 那么据记载呢 母子琴的发明大约是在三千年前 也就是中国的西州时期就出现了 那么西州呢 简单来说就是在秦始皇之前的一个时期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啊 现代钢琴是三千年前发明的 古钢琴是七百年前 但是母子琴呢 是三千年前 非常的历史悠久 那么最初发现母子琴的地方呢 是在西部非洲 按今天的地理位置来说呢 就是卡麦隆这个国家 靠在尼日利亚的旁边 那么我们再继续介绍母子琴呢 我们先要介绍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人 他就是盖尔哈德·库比克 那么库比克呢 就是左边这位老伯 库比克是奥地利的音乐民族学家 他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民族学 音乐学和非洲语言 那么当他毕业之后呢 他就一直从事研究 非洲的文化和历史 出版过将近三百本 关于非洲文化的书籍和论文 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母子琴历史呢 也是来源于他在1998年出版的一本 关于母子琴的历史书 也就是右边这个图片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也感谢库比克一直以来的辛苦工作 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非洲文化 好 那我们继续来说母子琴 那么根据库比克的描述呢 母子琴的出现大约分布在两个时间点 那么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三千年前 第二个是在一千三百年前 库比克说呢 三千年前 也就是最早的母子琴 其实是用竹子做的 也就是我们右上角这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啊 都是用竹片和竹板 做成的这么一个母子琴 在那个时期呢 人们还没有很好的技术 所以母子琴的声音呢 也不像今天的这么好听 但是最早的母子琴的设计概念 是在这个时期出现 那么第二个时期呢 也就是一千三百年前 那么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啊 炼铁的技术也被开发了出来 渐渐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 那么在当时的西非 也就是津巴布韦这个国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津巴布韦 靠在南非和博子瓦那的这个位置 那津巴布韦这个国家呢 炼铁技术是非常成熟的 那么当地人呢 就把母子琴 从竹子的材质变成了铁 那么当母子琴的琴键呢 变成了铁 母子琴的音质 立刻就提高了很多 非常接近现代的母子琴了 但是由于母子琴的琴板呢 非常的细小 通常的演奏方式呢 又是用手指来这种播奏 所以母子琴 本身的声音是非常小的 人一多了 一唱歌了 就听不到了 所以呢 不得不佩服人类的智慧啊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非洲人就把一些瓜 或者大的这种葫芦的外壳 拿出来做一个半圆形 有点像一个小盒子的感觉 大家可以看右下角这个图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外壳呢 能够起到一个回音和共鸣的作用 那么把母子琴放在这里面弹奏呢 就会有一种扩音的效果 那么我们接下来 就看一段非洲人演奏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他们就是用这种植物的外壳来演奏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发明母子琴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呢 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发明一个这样的乐器 其实呢 非洲最早的木琴 其实更准确来说也叫做木鼓 也就是右边这个图片里的乐器 一般是用树木啊 竹子啊 当做琴板 那么用葫芦的外壳 放在下面做一个共鸣的作用 这个乐器呢 在非洲是非常的有名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马林巴 或者是小木琴 这个在之后的打击乐百科会和大家详细的介绍 那么据说呢 发明母子琴其实是为了做一个可以携带移动的木琴 也就是说木琴太大了 不方便带走 但母子琴其实更加容易带到哪儿就演到哪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当时的非洲呢 一个木琴其实是要由两个人面对面来共同演奏的 一个人敲一半的音 另一个人敲一半的音 那么很多的曲目呢 都需要两个人去共同的去完成 不像今天的马林巴 一个人可以拿四个锤子来演奏 那么母子琴的排列方式呢 正好是把木琴两个演奏者分别击打的音呢 排列成了左右两边 也就是说 不是按照正常的音阶排列的 那么当我们用左右手的大拇指分别去演奏的呢 就可以同时演奏两个人的声部 所以换句话说 母子琴就是一个便携式的小木琴 或者是我们今天的马林巴 那么非洲人的语言呢 是特别独特的 了解一点打击乐的人 可能都知道在非洲 几乎每个高矮胖瘦长得不一样的果 都有一个自己特有的名字 即使打起来声音都差不多 但是名字也不一样 那么母子琴的名字呢 其实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在津巴布韦 叫安比拉 那在刚果呢 叫赖肯贝 叫三杂 那布隆迪 卢旺达 叫艾肯贝 在加纳呢 叫皮尔皮尔许瓦 坦桑尼亚 叫艾琳巴 或者叫奇琳巴 乌干达叫卡东国 阿库国 那在肯尼亚呢 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叫做卡琳巴 那么说到母子琴呢 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一位人 他就是休特雷西图中这位 那么雷西呢 是一个英国民族音乐研究者 他20世纪初的时候呢 访问了非洲 当时立刻就爱上了母子琴这个乐器 那么在当时 除了非洲人知道母子琴这个乐器 非洲以外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乐器的 休特雷西呢 发现了这个母子琴就像发现了宝贝一样 他说 怎么会没有人知道这个乐器 他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乐器带回去 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所以大概在1929年的时候 他花费了将近50年的时间 访问了非洲每一个地方 并把每个地方不同的母子琴演奏啊 都用录像的方式给记录下来 录像和录音 他自己与此同时呢 也学会了如何用母子琴来演奏音乐 那么在1954年的时候 休特雷西他还建立了一个叫 国际非洲音乐博物馆 并把他所有收集的非洲音乐资料 都放在了这个博物馆里面 这个博物馆坐落于南非的格雷厄姆斯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看一看 在这不久之后呢 他还建立了自己的非洲乐器公司 专门制作母子琴 随后这个公司制作的母子琴呢 也大量的流入了欧洲 亚洲美洲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今天被大家广为认知的 休特雷西母子琴 那么到今天为止呢 休特雷西的母子琴也在不断的发展 从最早的版本 就是大家广为认知的 左上角这一个 再到可以像吉他一样 外接音箱的母子琴 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音频接口啊 可以外接到一个音箱 起到一个更大的扩音作用 比如说你在户外演出啊 就可以外接一个音箱 那么再到最新的 现在叫散修了母子琴 这个母子琴啊 大家可以看有一个像鼓一样的 在桌子上演奏的时候呢 把这个鼓轻轻的抬起晃动两下 就会有一个颤音的一个这样的作用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大家都要特别的感谢休特雷西 是他把母子琴和非洲音乐带给了世界 并为世界音乐提供和做出这么优秀的 母子琴乐器 好那么在最后呢 我给大家送上一个 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 母子琴的演奏视频 喜欢打击乐百科的朋友 也别忘了关注我的公众号或者微博 可以保持第一时间的更新 好我是士奇 祝大家生活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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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